那这球都到我前面去了 发远点 小真发远点的 对再远 正手弹推框架怎么都好 你去听我说 我现在不是要讲反手的 这个变拍 听反手 对对听反手 来 现在比如说 身前未来球了 我的反手 那我现在要把握拍向 反手身前未去变 身前为什么握拍 我今天发的作品里头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是顶着大拇指顶着正宽面 也就是顶着最宽的面 也就是说 是你拍面的面 好 听好 现在呢 我从一个准备动作的握拍 还食指拇指这里啊 现在我的食指和拇指和我的后三指 要发生一个碾动 它一定可以碾 为什么 因为你虎口空 还记得我虎口空的要求是什么 它能活跃出你食指和拇指的灵活性 现在你只需要食指把球拍往右 大拇指把球拍往左 后三指跟着转一下 崩 就能直接转成反手握拍 这没有问题 这应该大家都会啊 准备 变 准备 变 好 准备反手来球 抬框架变好了 发力 永远要知道 我一定要在反手身前卫 变成大不知顶住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抽球 喜欢顶着斜面 就顶着斜冷 这是我一会儿要说的侧身 刘烈烈 我这个抽球 特别有劲 就有时候抽的不稳 为什么呢 就是你想用这一种握拍 去打所有反手位置的球 很遗憾 他确实在这个 我左边 我正左边这片区域里 他有着非常强的统治力 这个我拍 而且还能活跃勾 还能挡 你感觉他是非常不错的 一个我拍 但是当这个球 在你很前面的位置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没有支撑的力去打 看 你大拇指支不住 我虽然做了点 我也撵不出来很正啊 就算你撵过来 他不也得撵到正面 才算能发上力吗 所以说 身前位的我拍 一定要有 大拇指作为支点 后三指 把拍柄向你的手掌处 low 让拍头出现一个向上 或向前的力 才算能完成手指的撒力 那也就是我准备动作 反手来球 身前出框架 变 当 那我这个身前位的球 就能打上劲 一定不要幻想 在身前的球 打得能比在侧身中 首先位置就决定了 他的发力条件 记住 身前的所有球 在我前面的球 都不是发力位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打过双打 被人切腰是什么感觉 切腰切远是什么感觉 你切腰 我站在后场 现在我假装在后场 你切我一个中腰 如果我是探着身子去接的 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发不上力 打不上劲 如果这个腰切软了 切到他侧身位了 他可以 这么去打了 我想问一下你 能一样吗 不一样 为什么 侧身位就是人的发力位 身前位就不是发力位 他得用小发力 所以不要幻想身前抽 能抽的比侧身重 好了 那身前的位置讲完了 需要大拇指顶着正宽面 怎么变也说完了 咱们开始讲 往侧身位怎么变 侧身位我认为是最好变的一个 大家听懂没 听懂 切腰 我可以 可以切腰 没问题 我可以讲切腰 但一个一个来 那把握拍讲完 行不行 该斜拢了 斜拢是哪里 斜拢是我们的侧身位 那为什么要用侧身位呢 就是因为你用正拍面 就是大拇指顶着正宽面 你根本这球都打不到界内去 知道吗 兄弟 来小真 给我来俩球 咱们把这个想象成边线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们把这个地儿想象成边线 你从对面给我扔 我扑你 但我绝对不会扑到你 你对我的水平有没有信心 就是尤其小姐在往前封往的时候 这个球如果在这里来扔 他顶着正宽面 来不及了 对不起 打扰了 一有头 男子有一夸 整个人膨胀起来了 好了 下一个球来了个更傻的球 什么 比这个高 还比这个靠后 好了 他继续扑 你要给我扔到大概这个位置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失误了 我会说什么 没关系 思路对 我肯定不会说思路对 我肯定会说思路对 不会说意思对 为什么 因为他那根本就不叫失误 现在我想问一下 当这个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得怎么转 我能把这个拍子能转到 能打到界内去呢 我手腕都快撅断了 你怎么撅过去 我想问问 你怎么打 他都只能朝外打 那肯定出界啊 因为这个球已经不在你身前了 已经随着飞行来到了你的侧身 侧身为怎么办 你就得能至少在这个位置 把拍面能够转正 至少能朝前 对吧 好 现在是握到哪里 现在握的就是咱们所说的 最窄边和最宽面中间的这个棱 叫做斜棱 也是羽毛球 这个八边形里最窄的一条边 最窄 最细 基本都看不见 可能就 一两毫米 我没量过 对不起 我瞎说的 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当你把拍子弄成这样的时候 那你再来刚刚那个球 我不弄死你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那肯定就不会出现打出界的情况了 因为你通过变拍 活跃出了 什么 机球的角度 活跃出了手腕的角度 你永远没办法克服的是什么 你生理的极限 你的手腕 掘死才能掘到那 他都掘不正 我算你把手腕 掘断了 他都回不到界内去 你弹劾失误啊 你打一百个这个球 这一百个球都得是飞的 好了 咱们怎么往他那变呢 这个是最简单 我不信有人学不会 你现在 十指 后三指 全都不用动 我猜 你这一个球拍里头有四个指 你总共五个指头 你有四个指头 不用动 你只用把你的拇指往上提一点就可以 然后呢 把你球拍稍微 往这边再碾一点点 达成一个这样的感觉就行 准备 一提 食指往下一收 看 准备 食指要往下收一点 这样能让你的拇指更舒服 因为食指和拇指当在一条线的时候 哎 那拇指就特别好有借力的感觉 如果你食指在上面 你看 你会感觉无论什么样的发力 你只要食指在上面 你就感觉这个力就不好发 但是拇指如果 如果食指下来 和拇指基本上在一条线上 你会感觉你后三指这里的空间特别的活络 所以说呢 把大拇指往上提 按在鞋楞上 食指稍微往下带一点 完成 那这最简单了 那这个握牌也是反手 能够击打球 可以说是相对于啊 最灵活的一个位置 他退 可以打后场的侧身位反手高远球 什么意思 来 人呢 你怎么老想歇着啊大哥 减减肥吧 都二百多斤了 我才当年的一盘超人 人呢 高球 对吧 后场呢 看一下 后场的发力高远球 这个握牌是可以打的 特身位啊 不是背过去的那种反手高远啊 那那种就得咱们再讲一个扁盘 就得下一个环节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哪些球可以打 来 发吧 啊 这个位置的高远可以打 再来一个 是不是出镜了 出镜你不行 你不能去对往这儿发 对对对对 OK 来 侧身位的抽球 它是可以打的 好 往前的 扔这拿手扔去呢 往前的 什么展挫呀 收挫呀 平挫呀 勾球啊 停顿啊 颠球啊 弹推弹挑啊 都可以用这个握牌 所以说 它被称为反手的万能握牌 万金油 但是依然 它不是 能全部的去使用 比如说 当我现在这个勾球的角度 非常之大 或者我这个反手 更加的被动了 那我就需要再让球拍出现变化 比如 现在我有一个死角要勾 什么叫死角勾啊 这球现在在我的正左边 我人是横着过去的 这么大的角度 那你在这边扔一下 我可不是这个身位勾球了啊 这个勾球都简单扔吧 那这个勾球它肯定简单呀 我现在说的是这样跑 你看我的人 你自己想象一下 我本来大发球线勾 我现在整个人都快 快被贴着网了 你现在还用这个握牌勾 就是 绝死也过不去 那这时候怎么办 得把拍面继续转 那这次我就得讲一下了 这次我就得讲一下了 那这个球拍转换 还记得之前我说 后三指八那个事吗 后三指八往苍蝇拍变 好 后三指往外 八 这次十指拇指呢 崩 都捏在两个窄边上 就完成了反手最被动多拍 现在 十指拇指都在拍框 正对着的这两个边上 看到没有 好 那首先 像这种特别死角的球 哎呦 打扰了 撅死自己 对吧 我肯定就能勾过去了 我好像想再贴点 我还得转的再狠一点 反正肯定能勾了 反手特别被动的过渡和高远 也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现在我的人 可以背过去了 这个球可以在我的前面了 来 擦个后场 那这球都到我前面去了 发远点 小征发远点的 对 再远 好 那这个时候 如果握着鞋轮会怎么样呢 那你当然就有可能会 受累 受累剪一下 那就是新球 OK 我先讲到这 你先帮我剪一下 打笼子里边了 对 那很正常 因为这个点太被动了 现在你们对握拍有理解了吗 它不可能是恒定不变的握拍 你经常揪的手腕子疼 都不一定是发力揪的 那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球 它就不能用这个握拍打 你非 揪着用这个握拍打 结果把手腕给 活生生的给 揪坏了吗 所以说 你们要问我 羽毛球的握拍 这个球到底用什么握拍 我会告诉你 它怎么握 但是我会最后告诉你什么 它不绝对 我说在身前 具体身前多少呀 那我的握拍 也会有细微角度的变化 结果只能告诉你 大概往哪走 它绝对不会绝对的 每个人的把胶粗细不一样吧 手大小不一样 爆发力 挥速 协调性 你的球感 你的身高 它都会 甚至你步伐节奏 它都会影响你这个 击球点位置会不会有偏差 挥的快与慢 具体在哪里挥拍 这个东西 我不可能能在直播间里能 你就在我现场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感觉呀 你比如有的人问我 刘教练 这个羽毛球双脚起跳杀球 嗯 这个 我教过你们怎么练 那是对吧 你比如说我怎么能打着球 嗯 高远我怎么打着球 我告诉你啊 在羽毛球飞到 三又二分之一公分的时候 我凉过 怎么可能呢 那明显不就是骗人的吗 首先咱俩挥拍速度一样吗 不一样 身高也不一样 什么协调性 什么柔韧性都不一样 拍的重量也不一样 我的感觉 就算能传正确的传递给你 你也不能跟我共享一个球感 每个人的感觉都是独特的 没有谁和谁的动作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职业运动员的动作是教科书的动作 也没有一个世界冠军是另一个世界冠军的动作 明白吗 兄弟们 咱们不要想像学文化一样 去学体育 因为体育 它就不是个死 它是活的 你的对手也不是冰冷的 体和数字 是人 是人就会变 你敢抓他一个 他就知道你在这有一手 他下次就有可能给你拐拐一下 对不对 谁都不是傻子